昨天 泰国教育部考察团来到北贝职业教育中心开展交流活动 就办学理念 课程改革 人才培养模式等问题进行探讨 此次考察由新南大学教育学部牵头 泰国教育部官员与泰国职业院校院长及教师等30多人参加 当天 考察团一行 先后参观了北贝职教中心音乐律动课 烹饪实作课 园林教学实践活动基地 电子实训室等 在酒店专业的实训基地 现代检阅的西餐实训室 古色古香的茶艺实训室让考察人员眼前一亮 考察人员对北贝职教中心在校企合作方面进行的产教融合 引起入校等创新实践 大家赞赏 我来到这个学校的时候就觉得这个学校是很大的 然后风景是很美的 然后我觉得这个学校开班的课很多的 然后都是在社会上用得到的 来参观这个学校我觉得挺有意义的 因为我们不止了解了北贝的文化 我们也可以了解重庆甚至中国的文化 所以这些对我们中泰这两国家的文化有很大的帮助 交流座谈会上 北贝职教中心相关负责人 从专业设置 师资力量 教育科研 师范学校建设成果 国际合作等方面进行了详细介绍 并与泰国教育部代表就生学模式 学生就业保障 订单培养等问题进行交流探讨 近年来 北贝职教中心始终把拓展交流合作 作为师范学校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开展形式多样的校际交流合作 此次泰国教育部考察团到访 将促进双方今后进一步深入 开展多方面的交流合作 共同发展 我认为在学校的学校 这次是一个感觉 我曾经来过一个一次 感觉在学校的学校 学校的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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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各种学校的学校 教育部 教育部和教育部 甚至是一件大事的优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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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